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今天是2023年5月23号 今天下午广西南宁市的市民 在下午一上班的时间 就接到了手机里的推送 南宁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对停车收费管理服务 提出了优化的管理措施 这个意见一出台以后 大家都很兴奋 毕竟一个最近大家热议的话题 终于有了一个阶段性的结果 那就是从今天开始 在南宁市的范围内 所有的非机动车的停放 比如说单车 自行车 这个电单车这些停放 就已经免费了 而且这个免费 它还是继续提供保管 只不过是由政府来买单 另外就是有汽车的一族 也非常高兴 因为就把这个免费的时间 从一开始停车算起 前30分钟就不收费了 那大家就不用担心 在一碗粉的时间里面 匆匆忙忙 感到非常的焦急了 这几天以来 汇博停车收费引发的热议 一直在持续 但是没想到 这件事情的进展也超乎大家的想象 它的速度都已经让大家赶不上刷屏了 毕竟刚刚对上一次的措施 进行议论的时候 新的引举措又已经出台了 总体来讲 是政府和老百姓的一次双赢 城市工作纷繁复杂 一个城市这么大 管理上有漏洞和弊端并不奇怪 重要的是 政府在对待老百姓呼声的时候 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这说明在互联网时代对一件事情的反应的速度之快 或者是反应敏不敏感 这考验了一个政府的执政水平 同时也是反映了老百姓的意见 是不是得到政府重视的一个试金石 民众有所呼 政府有所应 南宁市的这次处理汇博停车收费 并且提出优化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意见和措施以后 大家就感觉到政府执政的面貌是焕然一新 这次事情的处理可以说是形成了城市管理者 舆论还有普通市民的一次良性的互动 大家都得到了想要的一个改善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 为了南宁市民所关心的这种身边市 切身利益的事 广西壮族地区从党委政府到南宁市市委市政府 各级都已经行动起来了 毕竟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 人民城市人民建 城市管理为人民 这样才是一种良政善治的一种很好的实践 那么通过南宁市的这次事情的进展来看 其他的城市也不妨从中得到借鉴 一就是快速的行动 听取人民群众的呼声 毕竟现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那么在这个的基础上 去设计更加合理 更加有效率 更加有利于人民群众的这种服务管理措施 也是大家追求的一个共同的目标 那么如果大家能够在这样的目标里面达成一致的话 那就是街道欢喜的局面了 今天下午跟同事一聊 以及在街上一了解 就是大家觉得 真的没想到事情发展得这么快 并且得到了大家都非常想要的结果 朝着我们心中想要的目标又接近了一步 这几天来的新闻报道我都看了 我注意到南宁市一共向街头一线派出了九个调查组 去听取一线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接受群众的监督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 而且是主要领导亲自抓 像一把手亲自出面 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 还有自治区公安厅的主要领导都已经参加了调研 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现在中国正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这就为下一步的决策和提升城市的管理水平 打下了关键的一步 这就是一个坚实的基础 通过广西南宁这次的生动实践 也体现了中国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同时它也展现了中国的行政效率 我们知道西方一些议会民主制的国家 往往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都要扯半天 甚至扯好几年都无法决策 在这一点上来说 中国政府做的是令人民满意的 同时它也是我们坚持制度自信的一个坚实的基础 好 感谢收看我的视频 如果您喜欢的话 可以把它点赞收藏分享 谢谢我们下次再会